海葵颱风逼近 金融一号傍晚开始出现间歇性的大雨 镜头来到港区 金融港东市抽水站操作厂商已经进驻 市议员蓝敏黄会同公务处长陈耀川 前往测试抽水站运作情形 我记得在张通龙当市场的那个时代 就因为这个东市抽水站 因为人为疏失 会造成这个台风时间没有办法紧急抽水 才造成了我们一路一二路 幸三幸四幸五幸六一直到山沙大淹水 因为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都非常担心这次台风 我特别非常担心这里抽水的状况 所以才今天特别请公务处跟区公务处 到现场来做实力的操作 那么今天操作的结果 让我们非常放心 刚刚我们都看到了 检测非常的正常 有顺利的把水排出去 我想这次的台风市民应该可以 放心 但是也希望市民朋友能够自身做好 防台的准备 东市码头的抽水站 因应台风的来袭 我们24小时都会派人来轮守 来驻守 当一事过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执行预抽的机制 用手动的方式 将那个脊椎井里面的水 用预抽的方式先把它排到海里面 让脊椎井的水会下降之后 让如果有大雨的时候 让那个排水口的水可以去处流到我们的脊椎井 过去东市抽水站 曾因为人为疏失 造成绍船头地区大淹水 议员蓝敏黄要求抽水站要保持警戒 在操作厂商表示 一旦出现下大雨情况 抽水站就会展开预抽的动作 冬天的时候 我们要让这个市区的水 尽量尽快的流到我们这个抽水井 所以我们就会先用手动预抽 把这个抽水井把它下降 水位下降之后 让市区的水位 很快速的人流到我们抽水井 中正区公所也备好所有的沙包 针对里面所有的里民 有沙包需求的话 随时都会透过我们理办公处 还有中正区公所来索取 我们可以无限的一个供应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因为一路一二路 一路一二路这边的话 过去的有淹水的记录 所以说我们有针对这些店家的话 也有做好那个防水闸门 此外基隆爱事路夜市商家 有的不营业架设防水闸门 而市区临时抽水机 已经进驻待命 希望确保市中心不会淹水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